當然,整個將軍澳居民或香港市民都關注垃圾的出路 我們不是一群自私的居民,而是過去一直困擾了很多年 我們痛心疾首,政府沒有決心如何處理 每一次,每一個局長出來都宣傳,對田區就快爆了 他計劃想擴建13公頃,再加上30公頃是一個田料庫 始終你都會滿日,今天你處理六七年 但這個臭味,其實隨著那個規劃,根本是沒有改變 打後你又怎樣呢?你又是再跟我們在抗爭嗎? 我強調將軍澳的堆田區實在是太近民居 十萬人口的康城,連一個地鐵站的一條線,千億的投資 左手你規劃給居民發展一個住宅區 但右手你仍然擴建一個堆田,其實是有微波去我們城市發展的設計 為何會落雨特別臭呢?落雨危險的,連那些產危車都不開工 居民11點半會打來,我是無助幫不了 因為我鬧極他們都改變不了,其實11點他的關場 如果大雨將泥散開之後,所有垃圾就暴露於空氣中 方圓1.2公里,其實周圍全部都是聞到醜味 全港我們都從來沒有說過堆田是完全沒有這樣的需要 但廢物其實不單只用高溫處理墳化或者堆田 其實我們如果規劃得好,你主動收廚餘,乾濕垃圾分類 有些廢物其實是絕對可以減少,別人台灣是邁向零堆田 明天是暴露,在訪情要封面 複零堆田